今天可厉害 这一大堆咱们看一下 全部都是黄炉的声装 大大小小形状各一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咱们给大家讲解狼鱼声装的摘动过程 有朋友询问黄炉声装该如何摘动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声装这种钱如何操作 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它的一个成活率 首先第一步咱们给大家详细 黄炉声装该如何选择 左侧这一个是没有顶值的 右侧这一个是满贯的 像这种满贯的它的成活几率 就要比这一种断头的结果顶到 它成活率要高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根部 左边这一个是一个驼驼根 右边这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根系 相对这两种根系而言 下面根部越大 驼驼越大的 它成活率越高 这种普通根系 成活率相对就较低一些了 说完了选装 咱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装体的一个修整 香车桶顶部有截口的 咱们在栽动之前都要给它修剪到 露出来新鲜的皮层 露出来新鲜木质部分的位置 对于顶部完整没有截顶的 咱们尽量全部保留 这个时间先不要急着去给它修剪造型 这样更能提高它的一个成活率 根部的修正也是一样 不要想到这些毛细根越多越好 因为在采挖和运输的过程中 这些根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伤 留着也是很难生根成活的 因此上面的这些须根把它给清理干净 大的出根先把它们修剪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再用锋利的刀片 把它根部的伤口 全部给它修剪到平整一点 大概修剪到这种程度 全部露出新鲜的组织部分就可以了 每一颗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咱们就不再一一展示 只有修到这种新鲜部位 它才不至于烂根更容易萌发新根 黄炉和鱼树一样都是属于这种肉质根系 修剪过不久的伤口 咱们可以看到已经有白色的液体流出 相同的情况是不能让它溅水的 因此咱们可以放置一到两天的时间 再去给它摘种 如果非要摘种的话 最好用干的合纱和风化石去摘种 不要去给它浇什么定根水 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种不好黄炉的原因 而且还有一个很多朋友经常犯的错误就是 还有的朋友甚至把它放到多菌林和生根粉里面去浸泡 这样会使流胶现象越来越严重 只会脱水而死 而对于枝干部位比较大的一些解口 咱们最好用锡子或者预合剂 去给它封闭伤口 这样更能保持体内的一些水分 最后可以给这些没有什么灌服的 给它缠上保鲜膜 这样更利于自身装体的一个保湿 保水 缠到位置 下端 到时间摘种的话 沙土一定要盖过这个保鲜膜的位置 而对于这种灌服比较丰满 不方便缠保鲜膜的 咱们就把它摘种以后 拿喷壶每天就进行一到两次的枝干喷水 而且要记得是只喷枝干 尽量不要喷到这个盆土里面去 好了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我相信只要大家按了我说的方法去做 成活率达到90%往上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十五只游戏